歡迎您加入今天的聚焦新亞洲 您好 我是簡志豪 日本市民黨議員朱口邦子的家 位在公寓的六樓二十七號發生大火 因為住在住宅密集區 再加上高樓層 最後總共花了八個小時才將火事撲滅 火警當時有民眾拍到一段非常詭異的畫面 就是在大火的不遠處 有一名女子手上拿著寶特瓶 疑似在跳舞的身影 而這場大火最後是花了八個小時才撲滅 剛好出口議員跟她的小女兒在外出 所以沒受到影響 不過初步研判 她的丈夫跟大女兒則是不幸葬身 火害 專家分析 因為加州沒有發現油漬 人為縱火的可能性不高 但是也因為在房子內 沒有發現暖爐等等的物品 也因此讓這一起的火警疑點重重 俄羅斯在二十八號 再次大規模的攻擊烏克蘭能源測施 導致烏克蘭境內有很多地方斷水 斷電有超過百萬人 無電可用 俄羅斯總統普丁更表示 要使用真果樹飛彈打擊烏克蘭的首都基輔 強調殺傷力就像是隕石撞地球 飛彈接連從天而降 命中大樓 炸出大量農煙 俄軍鎖定烏克蘭基礎能源設施 發動大規模攻擊 造成烏克蘭境內超過一百萬戶 無電可用 基輔陷入黑暗 民眾只能拿著手電筒 摸黑前進 烏克蘭陷入 激動危機 普丁二十八號威脅 不排除使用真果樹飛彈攻擊 打擊烏克蘭首都基輔的決策中枢 嗆瞎真果樹媲美核武 普丁也暗示拜登放寬烏克蘭使用戰術飛彈 是為了讓俄羅斯與川普的關係更複雜 並大讚新任總統川普是個聰明人 認為川普有能力解決俄乌戰爭 並強調莫斯科已經準備好對話 記者綜合報導 距離川普上任現在還有一個多月的時間 川普進來也在煩惱他的人事新布局 還有處理非法移工 他曾經說過要對中國大陸抽取 百分之兩百關稅 未上任就急著宣布 因為中國大陸對毒品打擊不利 川普上任之後 將從中國大陸進口的商品 額外再克徵百分之十的關稅 同時從墨西哥 加拿大流入的商品 克徵百分之二十五的關稅 對此中國大陸回嗆 貿易戰沒有人會是贏家 還未上任的川普對中國大陸頻頻出招 川普的新時代中美財之間 會發起什麼樣的變化呢 美國總統當選人川普在競選期間 以美國優先揚言對大陸 克徵百分之六十的關稅 而目前距離川普上任還有一個多月 他直接下馬威 宣布上任第一天將會立刻對大陸的進口貨品 在現有平均近百分之二十的關稅 尚在加徵百分之十 並同時宣布將會對墨西哥和加拿大進口 美國的所有產品 加徵百分之二十五的關稅 川普發問警告大陸 若是不出手解決墨加毒品的出口問題 就要對其加徵額外的百分之十關稅 雖然還沒有到達他承諾說的百分之六十 但是中國大陸不忍了直接回擊 一個國家對中國加徵關稅 並沒有解決這個國家自身所存在的 這個貿易利差問題 它必然導致了物價上漲 通貨膨脹 從中國大陸出口美國的商品種類來看 包括消費性的電子產品 服裝和機械 生活用品的種類多 另外根據中國海關總署 發布的統計數據來顯示 二零二四年一到十月 中美貿易額是五千六百四十一點七四億美元 同比增長了百分之二點八 川普對陸提高關稅的手段 恐怕最後受傷的會是美國民眾 提高關稅我覺得美國可能會吃虧 因為中國其實可以採購的方向很多 不見得非要跟你美國買 所以我覺得川普自己要搞清楚 如果說是搞這個貿易戰 我覺得到最後來講 可能對你美國也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傷害 大陸被課證高關稅 臺灣也好不到哪裡去 因為首先倒霉的會是台商 不要忘了 大陸大概一年賺美國 三千多億美金貿易順長 前十名裡面六名是台商 所以臺灣影響也非常大 臺灣是美國第七大的貿易進口國 二零二四年的一到十月貿易顫差 已經突破五百二十九億美元 到了十二月年底可能會破七百億 外界質疑臺灣會不會被美國列為 是貿易制裁的對象 我們的晶片 晶片 晶片的產品 它是很特殊的 它是一個戰略的物質 是它需要我們的產品 制裁我們不至於吧 民進黨的官員信誓旦旦 臺灣有美國需要的台積電晶片保護 不會被美貿易制裁 但是他可能忘了川普在競選期間 直接說臺灣偷走了美國晶片生意 並要求臺灣上繳保護費 而這個保護費指的只是軍購嗎 美國的戰略報告提出要求二零三零年時 他們先進晶片的自製率能夠從現在的百分之十 提高到百分之二十 並佔全球比率的百分之二十 要達到目標 川普自然會把腦筋動到臺灣去 BCG 它評估到二零三二年 美國在全球尖端晶片的製造佔比 渴望達到三十Percent 那臺灣大概會降到五十Percent左右 臺灣晶片產業 不就是被美國蚕食侵吞嗎 中美之間的新變局 讓臺灣的高科技產業風險增高 大陸把矛頭指向臺灣執政黨賴清德的台獨路線 民進黨當局頑固堅持台獨分裂立場 勾連外部勢力不斷進行謀獨挑釁 把臺灣一步步推向兵凶戰威的險境 有關動向表明 民進黨當局依偽謀獨挑釁 只會害臺會臺 APIC落幕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與美國總統拜登 也舉行了最後一場習拜會談 大陸國台辦也證實習近平在會上直接點名 臺灣執政黨的賴清德是台獨 並在強調大陸的四大紅線和底線不容挑戰 中方願同美國政府繼續保持對話 拓展合作 管控分歧 努力實現中美關係平穩過度 既關乎兩國人民 也關乎人類前途命運 反正中國就是把自己的立場亮明 他就講嘛 慎之又慎處理臺灣問題 明確反對台獨 支持中國和平統一 所以後面那兩句 我估計就是習近平未來要求川普講的話 就是明確反對台獨 支持中國和平統一 賴清德上任之後 直接拋出了兩國或不隸屬的清除兩國論 兩岸的關係也直接降到了冰點 賴清德萬萬沒有想到 之前依靠的美國民主黨會全面失守 川普狹帶氣勢衝反白宮 成為許多人口中的灰犀牛 日本學者小立元更是預告 川普當選會成為臺灣惡夢的危險徵兆 那臺灣只是他的道具 他的道具 道具玩一玩讓中國大陸受傷 必要就是丟了跟烏克蘭一樣 所以我是覺得川普的來臨是一個大颱風 川普經濟衝擊著國際政治夾在兩大國之間的臺灣 必會受到搏擊 到時硬著頭皮搖走臺獨路的賴清德 沒有了台積電的護國神山 也沒有了和大陸的兩岸關係 想要在中美兩國之間試圖喊架 試問到時賴清德的籌碼又在哪裡 中天亞洲臺 綜合報導 根據日媒的報導 美國與日本傳出正在針對臺灣有事 擬定聯合作戰計畫 不僅俄國點名臺灣表態 大陸國防部發言人吳謙 也針對此事做出了回應 批評臺海問題無關日美 另外總統賴清德 將要展開出訪友邦的行程 大陸會不會藉此進行聯合 利劍C軍演員引發的關注 美國與日本傳出正針對臺灣有事 擬定聯合作戰計畫 日本共同社報導 美軍陣計畫在距離臺灣最近的 日本琉球群島與菲律賓部署飛彈 可是讓俄羅斯按耐不住了 點名臺灣表態 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表示 倘若美國在日本部署飛彈 這對俄國會構成威脅 莫斯科將不得不採取報復行動 大陸的紅部也強力回擊 而總統賴清德將啟動上任後 首次元首外交出訪南太平洋三友邦 可能過境夏威夷或關島 外媒報導這將觸發解放軍 在十二月六號賴清德返台前後展開 維台軍演 中國人民解放軍將堅決打掉一切台獨分裂圖謀 堅決挫敗一切外部勢力干涉 這場例行記者會前傳出大陸國防部長董軍 涉灘落馬讓這場記者會不僅湧入大批媒體 外國媒體也比以往來得多 只是這位落馬高官不是外界盛傳的大陸國防部長董軍 而是中共中央軍委委員描划 描划涉嫌嚴重違紀 經黨中央研究決定對描划停止檢查 原本英國金融時報在二十七號大篇幅報導指出大陸防長董軍涉灘被查 大陸國防部發言人吳謙表示全是捏造 對報導強烈不滿 回應東軍涉灘傳聞 記者換軍配於北京採訪報導 大陸國防部罕見的主動宣布 中共中央軍委同時也是海軍上將 描划因為涉及了嚴重違紀遭到的停止 這是當局大規模打擊軍方 貪腐之際最新一位重劍落馬的中共高官 傳出他是習近平的人馬 這消息一出震驚不少的國內外媒體 更有傳聞指出早在這個月的九號 這位中共高層就被戴上頭套抓走 大陸國防部發言人吳謙主動宣布 中共中央軍委排名第五的描划 涉嫌嚴重違紀 已經被停止檢查 軍委政治工作部上將主任描划 涉嫌嚴重違紀 有消息傳出北京紅二代 微信群裡都在傳描划是戴著頭套 被多個士兵抓走的 描划是運福州又是海軍上將 被視為是習近平信 敏江新軍議員 這一回落馬引起哗然 由於外界盛傳 大陸國防部長董軍也是描划 向習近平推薦才能升官 恐怕也出事 加上英國金融時報指出 董軍涉探被查 讓外媒不斷追問 董軍去哪了 如果這個報導不屬實的話 你有什麼接下來董軍部長 相關的公開活動 可以公布或者透露的消息 有關報導純熟捏造 從前中共國防部長魏鳳和李尚福 被查到描划 時間僅有短短一年上下 且三人均為中共中央軍委成績 顯示中共軍方高層人士仍處於動盪狀態 習近平將再有一波軍事整頓 對內整數大陸對外先鋒坡 華爾街日報報導 一艘大陸貨船一捧三號 一在國際水域被歐洲軍艦包圍一周 這艘船涉嫌蓄於破壞兩條 波羅的海海底通訊電纜 恐加劇北京和歐洲間的緊張關係 而針對聯合國二七五八號決議 英國國會下議院二十八號 吳亦亦通過動議 指出二七五八號決議未提及 臺灣認為陸方扭曲該決議 並阻擋臺灣的國際參與 欠貞陸方表達挺臺立場 記者 黃絕片於北京報導 大陸桌球六金王馬龍 隨著陸生團訪臺 展現他的超高人性 從參訪政大到參觀古厝孔廟 還有走訪西門町山圈 到華西街夜市品嘗美食 都被大批的粉絲包圍 熱絡的交流氣氛 讓同行陸生跟大陸射箭金牌 楊倩很有感 直呼很像是回到老家探親 很喜歡臺灣 李先生立刻被粉絲團團包圍 大陸桌球六金王馬龍 受到前總統馬英九邀請 隨陸生團來臺參訪 人氣超旺 從一早的正大參訪到下午參觀 林安泰古厝和台北口廟 馬龍一到現場尖叫 歡呼不斷 插點引發暴動 熱絡氣氛讓同行陸生和大陸射擊金牌 楊倩等人也超級有感 同學們也都很熱情 感覺非常的友好 也很熱情 可以成為很好的朋友 非常期待他們能夠到清華來 一下飛機就能體驗到 臺灣同胞的熱情和好客和友好 感覺像是回到老家探親 非常非常喜歡臺灣的氛圍 同時年輕人 兩岸學生彼此互動折裂 還留下微信相約再見面 而陸生團也走訪西門商圈 並到華西街夜市品嚐臺灣風味美食 逛夜市吃美食 臉上笑容藏不住 另外特別的是 訪問團團長 前北京清大校長 求永遠市 行前透露 很想拜訪委會 為兩岸交流做出貢獻的百歲老人 陸生訪臺雙方反映正列 外界期盼能更加強民間交流 當兩岸政治分歧時刻 這一顆顆種下的善意種子 才是兩岸間未來該有的交流模式 網紅館長他自稱賭過棒球球板 被綠營告發 不過綠委莊瑞雄也被翻出質詢時 他也曾經自爆過 有在賭 不過對此莊瑞雄反向 如果他曾經說過這樣的話 他就要切副 沒想到被翻出過往 他質詢的畫面 莊瑞雄不但真的有說過之外 還自爆連韓國瑜選總統的時候 他也在賭 中華隊十二強奪冠後 館長陳志涵自爆 曾經做球板地下遷賭 民進黨議員火速告發 館長賭博詐欺 館長第一時間聲明 解釋自己遷賭的是 美國直報大聯盟 我們那時候都在玩大聯盟 沒有人在賭台灣直報 我們只是這樣想賺個錢 結果後來也沒賺到錢 尷尬的是 民進黨自家人 綠委莊瑞雄 馬上被翻出質詢時 自爆多少有在賭 莊瑞雄就槓上座圖卡 口碎他的民眾黨 我沒有講過的話 你把我塞到我的嘴巴裡面 你這可惡啊 我莊瑞雄什麼時候 講過我多少也有在玩球板 這句話 如果有 借我一把刀子我就切副了 我們的圖卡呢 當然也可以修改 但修改的內容是什麼 完全就是本於公報啊 身為TPBL直男會長的莊瑞雄 到底是不是被在野島無限 還原他十月直詢 這麼說 為什麼會跟地下運彩 那所謂的球板差那麼多 我長得你不知道 這樣代表你都沒在判 究竟讀的是合法運彩 還是球板沒名說 但接下來莊瑞雄又自爆這件事 他越長在笑啊你看 他那選總統的時候 我也在那判得死 何況這個是正常的運動的一個彩卷 網友官報莊瑞雄臉書 就算運彩可以哦 那選總統總沒有合法的地上賭盤吧 完總統賭盤還影響選情 多翻一條選霸法 剪掉是不是該辦一下 你在公堂之上 可以隨便講說自己讀很大 司法是不應該雙標 你要處理館長的時候 是不是連莊瑞雄也要一併處理 問題是 你檢調會辦他嗎 我不鼓勵切副這種行為 我可以建議你去切個黑尾餘婦也可以 你檢素賠就要趕快去北檢啊 請莊瑞雄把人供出來嘛 管講這個追訴期過了 他那個還在追訴期內 令院公報白紙黑字 莊瑞雄究竟有沒有違法簽讀 二十九號公布初步調查結果 有兩人調離現職 其餘四個人繼續調查 現在更被投訴是由一名長召 司長把同仁當成了小學生 每天要求同仁必須要深蹲 一邊發表一分鐘的激勵演講 二十九號下午院會原本是要審查 勞動部霸凌案 這次爆發糾紛 全臺霸凌案延燒 衛福部也遭檢舉 三名主管涉嫌霸凌二十九日公布 初步調查結果 包含社保司長和保護司檢任 視察 兩個人調離現職 其餘四名主管安排休假 避免影響調查結果 卻再爆出六加一案 這個住宿型機構 其實對這個長輩是比較好的選擇 有民眾投訴媒體指出住信長召 司長將同仁當成小學生耍弄 每天要有人當執行官帶對同仁深蹲 這邊發表一分鐘激勵演講 甚至要離職的同仁 也必須深蹲說出離職的理由 恐怕還有待介入調查 而勞動部案也還沒有結束 二十九日院會審查 原住民組委員會組織法 修正草案 沒想到突然遭到綠營強力杯葛 黨團霸政主席臺 並不斷強調沒收討論 不過原本後續就是要討論 勞動部霸凌案 讓藍尾怒批 根本清全黨之力 包庇護航霸凌 藍營立委也聚集議場外抗議 公部門霸凌連環報 也有立委提報外交部 經傳三起霸凌案 在外交部歐洲司 有長官剖銷同仁 還有在帛琉的替代藝南 被要求循摸有毒的魚當體驗 甚至住洛杉磯辦事處 有組長性騷擾員工 結果辦事處只有說是語言障礙 沒有惡意 提供資料 我們會展開調查 各會殺令清查 各部會霸凌案 二十八日曝光 結果竟然教育部 衛福部經濟部交通部 都有霸凌狀況 外界稱現的公務員鐵飯碗 揭開面紗 裡面竟然暗藏霸凌黑幕 重創政府 公部門形象 一名馬街醫院男護理師助理 爆出遭到了職場霸凌 時間長達兩年 這段時間 他寫了二十九封的申戒信 但是通通沒有立案成功 申訴部門也讓他 申訴無門 讓他罹患了憂鬱症 就在二十九號 馬街醫院企業工會 一塊到勞動部抗議 呼籲政府應該要制定職場霸凌 防治專法 不要死 不要離職 不要死 不要離職 勾絕不調 怒控醫院 官官相護 馬街醫院 一名誠心護理師助理 指控過去長達兩年 遭到職場霸凌 卻申訴無門 說到霸凌忍不住哽咽 從二零二二年 醫院強制員工打疫苗開始 折信員工因為有過敏體質 經過醫生證明 無法打疫苗 所以不能推送確診病人的病床 從此受到同事言語攻擊 還怒向他不該領抗疫獎金 甚至吃飯時 集體禁止他說話 動輒就叫警衛羞辱 導致他罹患憂鬱症 席間向職案主任 寫了二十九封申訴信 職場霸凌卻沒有成立 直到今年三月 誠心員工再度遭到同事肢體攻擊 醫院卻拒絕提供錄影證據 他不斷向護理長提出申訴 反被對方怒控是騷擾 傷害他的護理長 竟然說他是被職場霸凌 所以變成馬街醫院 有史以來 第一次的職場霸凌成立 是主管 打他的人現在高高在上 可以升官 受害的人就被調任到 看了會覺得很難過的一個單位 馬街醫院是不是有些 沒有落實的地方 我們會來積極的來調查處理 謝謝 馬街醫院則表示 這起案件有經過審議小組和委員會 多次討論和協調 面對未經證實的不實消息 將依法追究法律責任 工會也呼籲勞動部應該要有外部審查機制設立職場霸凌防治專法 讓受霸凌勞工不再申訴無門 記者黃條章 局帶報導 立法院院會再爆發了推擠衝突 就在二十九號要處理原民組織法修正案 立法委員高金素媒痛批 原民族群委員已經淪為了綠營的仇佣 因此提案要改為無幾職 不過這卻讓綠委原民包含了像是陳寅 還有吳立華感到非常的不滿 陳寅更是直接衝上主席臺 結果是被藍營架走 高金素媒直言綠營杯葛 議事就是要阻擋在野的反霸凌提案 根本就是拿原住民記起 投票到一半立委陳寅攻佔主席臺 陳寅跟江啟臣互搶發言權 這時徐曉星鑽進來 兩隻手架住陳寅 王宏偉也參戰 最後大魔王金門坦克陳玉珍 來清理戰場 這回事再也提案要把原民族群委員 改為無幾職惹毛陳寅和吳立華 只是陳寅吵真要發言 事實上他跟吳立華早就發言過了 用講的用唱的國會殿堂都錄到了 沒人虧待這一對姐妹花 只是綠營隊修法如此反彈 怕是不想自己人被欺負 因為族群委員名單被踢爆 充斥著陳寅和吳立華的助理 推薦跟審查的程序沒有法制化 使得成為少數人進行仇庸的工具 平均每一個族群委員的月薪是11.7萬 我跟吳立華每天被霸凌 每天被人被假訊息霸凌 陳寅講到哭卻被高筋狠狠打臉 只是綠營突襲室占領主席臺 被抓包是在卡表決 因為再來是要表決成立謝一蓉 霸凌案的調查委員會 民進黨是為了原民 還是要包庇霸凌司馬昭之心 眾人皆知 臺北報導 現行民法第一千零八十五條規範 規定父母對未成年子女 得於必要範圍內懲戒其子女 二十八號行政院會拍板 將相關的字樣拿掉 也就是在未來父母管教 孩子不可以有身心暴力行為 這也引發了各界兩極看法 小朋友犯錯 爸媽忍不住 想拿出愛的小手 來跟小朋友講道理 不過行政院會二十八日 拍板民法一零八五條修正草案 決定刪除文字 父母得於必要範圍內懲戒其子女 要求父母保護及教員未成年子女 不得有身心暴力行為 沒有處罰其實孩子不一定聽得懂 現在叫適當的處罰 歐美的教育方式都比較開放 養出來的小孩其實蠻不受控 我覺得蠻合理的 因為有些家長就是 自己的情緒管理不是太好 是因為有些父母已經太暴力了 為什麼你就是不能 根據統計家內管教造成的兒兽保護案件 是連年增加 從二零二零年九千八百三十九件 二零二一年九千八百零八件 一直到二零二三年一萬零六百二十三件 創新高 法務部認為民法懲戒二字 在食物上藏遭勿用或作為對未成年子女 為身心暴力行為的藉口 我們認為是國內在有關於兒童保護上面 很重要的一步 整個社會的一個氛圍 以及對於兒童的保護的一個概念 是趨向於一致化的一個 法務部法律事務司長 劉英秀進步解釋 藏案修正重點是 財民父母行使教養權原則禁止對未成年子女 以為身心暴力行為 嚴重者可以停止侵權 不少家長很擔心 身心暴力行為 恐怕界限模糊 那到底何謂身心暴力行為 衛福部則會修正 還沒有明確的規範 恐怕也讓不少家長無所適從 今天今天晚一天 特別報導 大陸新疆天山大峽谷紅褐色的山體群 只擦雲 只擦雲天讓陽光照射之下 猶如燃燒的火焰 大陸有許多神秘的天然奇景 像是新疆天山大峽谷 紅褐色的山群 只擦天際 在太陽的照射之下 猶如燃燒的火焰 在貴州呢 則是常有一片的海底迷宮 像是岩石堆起來的高塔 形成在四點八億年前 是當地村民意外的發現 紅褐色的山壁 佇立在兩旁 抬頭只能看見一條青藍色的天空 接連不斷的山脈 在陽光的照射下 呈現鮮豔的火紅色 哇 最大好看 大陸新疆天山神秘大峽谷 距離烏魯木齊七百八十多公里 誕生於一點四億年前 總是代百二季 在地殼的變化 和一萬年的侵蝕作用下 形成了壯闊的樣貌 高地落差兩百公尺 最寬的地方有五十三公尺 最窄的地方只有零點四公尺 地面上還能見到鵌鵌溪流 峽谷內還有唐朝時期的佛像 為大自然的回復神功 增添一筆人文氣息 兩旁的石牆像是一層層疊起來 跟人差不多高 狹窄的道路有如迷宮一般蜿蜒 遠遠望去 宛如火星地貌 又像飛船殘骸 大陸貴州竟然藏著一片海底迷宮 紅石林層層疊疊 宛如一座座岩石堆起來的高塔 形成約四億八千萬年前的海底 經過長年地質活動才被推出海面 相傳當地原本想開發豐樹景區 結果種樹時發現地下全是石頭 才意外發現這一特殊景色 內蒙古也有奇特的地質景觀 一個圓形的山體立在平原上 有如倒過來的雌碗 查哈爾火山公園立著大大小小 二十多座火山 六千萬年前噴發過的火山口 形成有如火星一般的地質外貌 吸引民眾前去拍照打卡 做一套宇航服登臨火山口 漫步在黑紅相間的火山岩之上 星際穿越般的大片既視感 當即立現 雲南大理的額海更有夢幻美景 在藍色的天空上 飄著一片七彩翔雲 周圍被陽光染成金邊的雲朵圍繞 讓人驚嘆 藉章一安中報導 隨著冬天的到來 全球不少的賞雪盛地 開始迎來大批的觀光客 在大陸就有一粒葉被封為是最美的雪國列車 每天晚上發車從哈爾濱出發 直達到大陸唯一能夠看到激光的地方 就是墨河 整輛列車不但是有大片的玻璃窗 一邊看雪景一邊來追激光 票價大約是臺幣六百多塊錢 清明的價格導致車票一票難求 一大片玻璃窗純白雪景一覽無遺 大陸冬季最美的雪國列車 每天晚上六點從哈爾濱出發 直奔大陸唯一能看見激光的地方 墨河 時速僅七十多公里每小時 全長一千二百公里 途徑十一個城市 沿途穿越臨海雪原 宛如走進童話般的冰雪世界 白茫茫的霧松森林打卡 大興安嶺 一路向北追激光 坐一趟下來大約僅需六百多元新台幣 沃普票價則在一千八百元 就能追雪賞激光 被網友封為是全球CP值最高的追雪列車 而美國阿拉斯加冬季激光列車 由安克拉志出發 向北穿越阿拉斯加腹地 最終抵達費爾班克斯 是一輛能穿越雪山的火車 明明上一刻看見的是綠水青山 下一秒鐘 滿眼就是純白的雪山 可近距離看見阿拉斯加山脈 被冰雪覆蓋的奇幻與壯闊 搭乘一次約台幣近七千元 今年世界各地受地磁風暴影響 出現激光的現象比往年高 向到北歐輕鬆追激光 可搭乘瑞士冰河列車 從聖莫里茲出發一路開往 阿爾卑斯山腳下的小鎮 側馬特由於座位兩側是超巨型的 觀景玻璃窗 營造出全景空間 車外的雪山盡收眼底 冰河列車平均時數不到40公里 被稱為全球最慢快車 冬季每天只有一至兩班 從兩個總站開出 票價約一萬兩千元 超南洽通常九十天開放 一開瘦就秒殺 七種黃卷培育北京報導 每到了冬天 許多人會去哈爾濱的 冰雪大世界打卡旅遊 來看冰雕 體驗當地不同的冰雪設施 當然也要品嘗東北特有的 冰糖葫蘆 但最近傳出冰雪大世界裡面的 糖葫蘆攤位招拍價格非常驚人 九個攤位的起拍價 居然是高達一百萬人民幣 大約是臺幣四百五十五萬元 網友算了一下 至少每一天要賣出三千串 才能夠回本 大陸東北的冬天 筆持冰糖葫蘆五顏六色 潮吸金 哈爾濱冰雪大世界 攤販也少不了冰糖葫蘆 不過最近攤位招標 冰糖葫蘆攤位經營權 起拍價高達一百萬人民幣 約臺幣四百五十五萬 如果再加上貨櫃屋 大約臺幣兩百二十七萬 換算下來九個冰糖葫蘆 收攤位經營成本 至少六百八十二萬臺幣起跳 IP根本搶劫 商家要回本 一天至少要賣三千串才夠 公主警示 阿虎若 商家雜天價租攤位 還必須遵守冰雪大世界的規定 每天需提供至少五種品項 包括草莓 葡萄 山楂等 還有供訂價 像是草莓每串六粒 重兩百八十五克 售價大約臺幣一百三十六元 不過也有網友認為 今年冰雪大世界熱度不減 哈爾濱酒店預訂量 比去年同期成長1.6倍之多 顯然冰糖葫蘆攤販 還是很有賺頭 哈爾濱冬季商機無限 鐵鍋不只燉機 還能燉自己 水溫燒熱了就可以下去泡澡 還可以加入中藥材 泡澡的同時還能養生 哈爾濱多間民宿推出鐵鍋溫泉 遊客下鍋體驗冰火二重天 鍋子下面真的熊熊火焰在燒 因此就算身處冰天雪地 遊客泡在鍋裡一點也不覺得冷 而且鐵鍋中有隔熱層 避免遊客真的被煮熟 網友驚嘆 今年冬天得去哈爾濱 晚一趟了 記者李清聰報導 大陸的平民美食麻辣燙 最近在日本掀起了一波的熱潮 大阪出現非常多的店家 吸引大批人來排隊 即使要排上一到兩個小時 顧客還是絡繹不絕 有人就分析麻辣燙 之所以在日本爆紅 是因為他不同於日本多數餐廳都是套餐形式 麻辣燙能夠自己選料 能夠決定辣度做到克制化 無論日本東京還是大阪街頭 不少人大排長榮 為的是嚐上一碗 熱騰騰 又辣又麻 來自大陸的平民小吃 麻辣燙 日本開啟一家又一家麻辣燙店 幸大批人潮幾爆商場美食街 源自於四川的麻辣燙 鮮香鹹辣可自己選料 就像一份煮好的單人小火鍋 吸引不少日本人喜歡 黑木耳製條血上可以消除水腫 預防貧血 日本媒體直擊發現 不同於大陸賣麻辣燙 只是把食材擺出來 日本店家會針對食材血優點 進扣養生 讓大陸國民小吃麻辣燙 瞬間走紅日本 即使賣得較貴 會好多好多 現在日本的麻辣燙小火 不同於大陸麻辣燙 大多一串計算 一串約八元到二十元台幣 日本麻辣燙以片計價 幾片蔬菜 香菇肉片等 就要約一千一百元日幣 折合台便計兩百四十元 比起大陸貴了四到五成 人性一堆日本人追捧 記上黃絕片與北京報導 低溫急凍 溫差 大概是有差了十度這麼多 在新北福寿街 有一名七十多歲的小巴司機 開車開到一半 突然昏厥 失去了呼吸心跳 疑似是因為心肌梗塞 剛好有一群醫護正在附近用餐 一聽到消息之後 上前救命 天氣變冷了 戴帽子能夠預防中風嗎 醫師說有三個動作 可以一秒辨別出腦中風的徵兆 巴士停在車道上 司機開車開到昏倒 旁邊日食料理店 多位穿便服的醫護人員 衝出來熱血救命 下一走 下一走 一位醫師外加三位護理師 合力壓胸CPR 他們其實剛完成醫院評鑑 來參緒 就這麼剛好七十多歲的司機 開到店門口前疑似心肌梗塞 好險有醫護第一時間搶命 司機送醫後順利恢復 呼吸心跳 天冷真的要當心心血管疾病 和腦中風 網傳氣溫低於十五度 有三分之一的熱量散發 溫度越低 散發的熱量越多 所以要戴帽子 醫師則說可以確定的是 低溫或劇烈溫差 會造成血管收縮 血壓飆升 所以才要特別注意頭部保暖 頭頸部還有其他全身的 末梢包括我們從床部起來 或者是洗澡出來的時候 還有醫說 血管堵塞有徵兆 百分之四十堵塞容易疲累 到百分之七十堵塞 則會頭暈頭痛 記憶減退 最嚴重是中風 鬧出血等等 醫師說血管堵塞 症狀因人而異 但就腦中風來說 確實有前兆 從微笑舉手說你好 三個動作 看有沒有臉歪嘴斜手沒力 低溫極凍 溫差上下震盪十度 方寒不是多穿衣服就好 該保暖的器官 帽子圍巾和手套 真的缺一不可 大陸研發的機器狗已經被廣辦運用 有小朋友急著上街或去上學 甚至還有在馬拉松上面當配素圓培袍 澳洲寄出了超級嚴格的法令 他們禁止十六歲以下的孩童使用社交媒體 像是臉書IG等等通通被禁止 如果平臺不能夠防止用戶開帳號的話 將會面臨十億臺幣的罰款 之前大陸為了要防止未成年沉迷於網路遊戲 祭出了現玩令 只要時間一到 電玩就會自動登出 讓小朋友氣到不行 拍搞怪影片玩變臉特效 社群媒體無孔不入 年輕人愛拍也愛看 如今澳洲餐飲院開第一槍 頒布世界首例心法 禁止十六歲以下兒童使用社群媒體 包括TikTok Facebook IG X等通通被禁 但YouTube WhatsApp 則逃過一劫 如果各平臺不能防止十六歲以下民眾開帳號 將面臨十億臺幣罰款 反而得到澳洲百分之七十七的民眾支持 卻遭到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批評 禁令可能迫使年輕人轉向不受監管的暗網 盤點世界各國對網路限制 大陸對網路遊戲規定超嚴格 禁止十八歲以下在深夜上網 同時規定八歲以下一天只能上網四十分鐘 八到十六歲一小時 十六到十八歲兩小時 用戶需實名制登入 手機及遊戲業者得開設未成年模式 時間一到自動關閉 孩子玩電玩到時間被退出 抱著平板私心裂肺 氣到握拳狂捶手機或嚎逃大哭 求父母讓自己再玩一下 父母則為新規定歡呼 超行電玩王者榮耀 還被一心評論刑犯 大罵為何強制下限未成年用戶 越南政府限制十八歲以下青少年 一天三款遊戲最多玩三小時 美國佛州規定十三歲以下 不得註冊社群媒體帳號 十四歲還十五歲 則需要家長同意 接著張懷綜合報導 大陸上海迪士尼樂園 突然出現很多的輪椅族大軍 仔細一看都是年輕人 他們不懈伸仗 卻坐著電動輪椅在遊園 媒體報導 因為他們覺得園區太大了 不想要走路 甚至有人在網路上面發起了輪椅攻略 呼籲要解放雙腿 也引起了模仿效應 還有業者在現場 乾脆做起了出租輪椅的工作 而這些假輪椅族在園區內橫衝直撞 讓遊客覺得他們影響到了遊園體驗 大陸研發的機器狗現在已經被廣泛運用 有小朋友騎著機器狗去上街 或者是上學 還有馬拉松賽呢 當起了配速員在陪跑 甚至有泰山景區企劃用這些機器狗 來載暈垃圾 小孩坐在機器狗上 雙手搭著福壽 悠閒地逛大街逛商場 路人回頭率超高 甚至有小學生在開學日 騎著去上學幫忙拿書包 吸引家長圍觀一臉羨慕 他的現在最大載重是在二十千克 像型號比較小一些的四股機器人 還可以做後空翻 道路研發的最新機器狗 開始出現在日常生活中 可以衝起小孩重量 在路上趴趴走 還能跟人握手 雙腳站立麥蒙 靈活的四肢能穩定爬坡和快跑 速度高達每小時十六公里 還能在馬拉松比賽上充當配速員 引導參賽者穩定節奏 此外機器狗還會登山 在泰山風景區 背負四十公斤重的垃圾箱 運送下山 靜態負重可達一百二十公斤 未來有望讓遊客騎著上泰山 更厲害的是機器狗可實際運用在戰場上 小巧的身形和超廣角感知系統 可以偽裝偵察敵軍 機器狗搭載自動步槍 在遠端操作下可識別敵人 並迅速接近打擊目標 大陸近年來不單單是成為了電動汽車生產大國 重型機械工程車也在全球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以工程機械車輛為主 全球五十大工程機械製造商 大陸就佔了十三家 其中有五家是在湖南長沙 年銷售的總值超過了五千七百億台幣 而他們未來的趨勢都需要開發更多的重型機械電動車 以及無人駕駛還有搖距操控的 新建世界最高的摩天大樓 大陸及全球的大型建設 建橋挖隧道等都有著幕後工程的身影 重型機械幾個類工程車 大陸除了是電動車生產大國之外 世界五十大工程機械製造商也佔了十三家 總銷售一兆三千五百九十一元台幣 當中湖南省長沙佔了五家 銷售金額超過五千七百億元 俗稱怪手的挖土機長沙這家製造商 是全球少量冠軍 一年賣出九萬八千多輛 也是全球最大的混凝土機械設備商 總重三萬一千公斤電動混凝土攪拌車 已經發展成可換電池的 展覽廳看到藍色車身的 都是使用新能源的工程車 各家製造商未來的工程機械 也會吹向新能源 智慧型及搖距操控等 而他們在研發及生產線上 也加入了大量的AI智慧協助 以進行更有效的管理 以上是記者離境華在長沙的報導 韓國女團NEW JEANS 宣布今天起正式 跟經紀公司解決 外界最好奇的是團員是否要支付 千億韓元的違約金呢 成員表示他們沒有違約 所以不需要付 韓國女團NEW JEANS 拋出了震撼 但宣布就從今天開始二十九號 正式跟經紀公司解約 自從一手打造他們的製作人 跟母公司鬧翻之後 NEW JEANS就聲稱 他們沒有受到公司的保護 甚至遭到其他人的排擠霸凌 如今他們不忍了宣布解約 而外界好奇的是 團員們是否要支付 千億韓元的違約金呢 成員表示他們沒有違約 所以不需要付款 韓國知名女團NEW JEANS 丟出重磅消息 召開經濟記者會 宣布二十九號凌晨開始 正式借出與HYPE旗下經紀公司 Adore的專屬合約 付帥千億違約金 強調NEW JEANS 沒有違約不用付 NEW JEANS 自從製作人 敏襲珍和母公司HYPE娛樂 爆出內部糾紛後 就向經紀公司Adore 寄出存證信函 要求公司調整合約問題 隨著期限到期 NEW JEANS 宣布解約 業界推測NEW JEANS 解約可能涉及高達 約九十三億至一百四十億 台幣的驚人違約金 至於團名NEW JEANS 能不能繼續使用也有變數 經紀公司Adore反駁 成單方面主張信任破裂不構成解約領油 並表示NEW JEANS沒有經過充分審慎考慮 就開解約記者會深感遺憾 強調雙方合約仍然有效 娛樂圈風波還有大陸男星黃曉明 九月發文任愛網紅葉柯 女方卻被挖出一堆黑料 黃曉明形象被拖垮 最近受訪畫面曝光 滿臉疲憊言談中充滿無奈 黃曉明為了芯片戴假髮的人 扮凸頭又簡證 但形象大傷 票房也慘不忍睹 上映九天就下檔 二十八號還被網友發現 黃曉明高調官宣任愛的貼文被刪掉 網友留言回頭是案 不過也有人認為可能想低調點 掀起網友熱議 日本樂天隊的陳己良界 榮獲個人第四次 也是連續四年的金手套獎 他居然是金光閃閃的登場 把頭髮跟臉全部塗成了金色 還穿的是亮片金色燕微服 感知像是十八同仁一樣 好呼應金手套獎的主題 他喜歡變裝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之前就曾經在頒獎典禮上面 辦過兩次的武士 還以金髮搭配紅西裝亮相 相當強烈 四名皮滑挺運動員 在非洲中西部的加鵬 挑戰驚險刺激的激流泛舟 完成了一百四十五公里的旅程 新聞最後帶您快來看 我是簡直豪 感謝您的收看 下一位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